你好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告诉你2022年7月对射手座的人的预测 这是行星在过境中移动的图表 显示了行星的当前位置 现在让我们看看7月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太阳是灵魂的起因 太阳代表父亲、政府工作、职位和声望 太阳的影响对于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取得成功非常重要 如果太阳在出生星途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那么你的声望就会下降 与父亲的关系恶化 在工作场所与老板的关系很差 眼睛有问题 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 直到现在太阳还在你的第六宫 6月15日,太阳将进入你的第七宫 直到7月16日,太阳都将停留在你的第七宫 太阳的这次过境在某些情况下对你有利 在某些情况下对你不利 你的婚姻生活可能会出现问题 丈夫或妻子的健康可能会恶化 如果在商业上有合伙关系 那么与你的合伙人的关系会很好 否则可能会出现纠纷 你必须控制你的讲话 尊重你的配偶 尊重你的父母 远离非素食者,酒精和谎言,并背诵 Aeditary Destro 看到太阳落在你的上升点会增加你的自我 你的愤怒会增加 土星是凶星 如果它是逆行并且坐在一个高贵的十二生肖 那么它会产生非常好的结果 现在土星将在其Multricona星座逆行 7月12日,土星将逆行进入摩羯座 它将在摩羯座停留到10月10日,并将在1月17日回到水瓶座 首先你必须知道土星在你的出生星途中的哪个位置 如果土星处于良好的位置,那么你将受益于土星的逆行 土星在你的第三宫 由于土星的逆行,你将在几天内获得Shed Shetty的效果 但你不会有太多麻烦 学生的学习会很好 时间对那些从事工作的人来说也是有益的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理解 在这段时间里,上升射手的人应该放心 你不会因为土星的过境而遇到任何问题 如果土星在你的出生盘逆行 那么你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火星于6月29日进入白羊座 火星是武器,辩论,争论,愤怒,自我和强大 拥有强大火星的人非常自信 这些人相信努力工作 那些火星很弱的人,他们很害怕 这样的人靠运气生活 现在火星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星座 对射手座来说,这是一段恋爱的好时机 对于与医学,法律和医领域相关的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你必须照顾好你的孩子 你应该照顾你的孩子 观察他们,如果不灌输任何坏习惯的话 这也是工作和商务人士的好时机 控制你的愤怒,否则你只会受苦 火星过境对想出国留学的学生非常有力 那些已经因任何疾病而烦恼的人 他们的问题可能会增加 你也可能有一些隐藏的疾病 这就是2022年7月射手座上升的预测 有关更多此类信息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